雅兹口语一直无法上分 考了好几次都没有办法上期 你可能在这些地方犯错了 大家好 我是奥卡雅兹的Eason老师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口语考试中考生最容易犯的五大错误 好 那么我们第一个就是背诵答案 背诵答案在口语考试中是非常致命的 当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可能会非常紧张 很多考试在很紧张的情况下 如果想要再背诵自己提前准备好的素材 那你是很容易被你的考官抓住的 你的眼睛会自然的往上翻 同时你可能会非常的机械 在非常机械的过程中 如果还有答案记忆不是非常熟悉的 你就很容易被卡住 当你有了这些迹象之后 你的考官就已经可以认为你 要么是答完了 比如说你中间卡的时间很长 他就move on to the next question 那也有可能他就直接发现你的背诵 那么如果他发现了你的背诵 这个题目的分数就会变成五分几下 这个是雅思的口语考试的标准里面的 OK 所以这个非常伤你的分数 那么第二名就是说的太短 很多同学在回答自己不熟悉的题目的时候 只回答一个句子 或者甚至就是一个单词 你说yes 这种这是非常致命的 我们的一个rule of thumb的经验法则 主要是我们现在图中这样 这是你的最低标准 也就是在part one的时候 至少要打两句话 这是最最最低标准 如果你觉得自己回答的非常短的话 想要短期的提升自己的回答长度 可以观看我的这个口语题库的视频讲解 里面会有很多真实的考题和这个思路的讲解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的太长 这一点很多同学就会忽视的 然后你会发现 刚刚说完说的太短 怎么现在长又不可以说了呢 其实它跟第二点遍布冲突 在实际的考试中 很多同学所谓说的很长 实际上只是一直在这个重复自己 你我们现在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问题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2021年9到12月的题库里的 What apps have you used? 问你用过哪些这个应用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答 I have used Facebook for connecting with my friends I also have WhatsApp for talking to my friends I use these apps because I like to communicate with my friends and these apps are very easy to use 好那我们很明显的在这个里面就会发现 其实connecting talk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my friends 其实是一个东西 对吧 说白了就是跟这个朋友讲话 跟朋友联系 在这个时候 在我们的这个口语考试中 它算是相当于是一个点 你并没有向考官展示你更多的语言的能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你的说的长 反而更暴露了自己的这个语言的匮乏 OK 那么来看一个比较好的回答 I use a lot of apps on my smartphones and tablets every single day because they are essential to my daily life 上来第一句 我们先来 先不直接回答他到底用哪个app 我们只是说我们用很多app I just bought a pair of shoes on Amazon which is an e-commerce app 我们现在举了一个例子 是Amazon 也就是亚马逊 它是一个这个网购平台 对吧 I also use whatsapp which is an instant messaging app for connecting with my friends and family OK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后面又举了一个例子 那这时候是whatsapp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回答的话 首先它有三句话 然后第一句话 先比较笼统的回答说 我用很多app 接下来可以举两个例子 对吧 你其实举一个例子也够了 那就是我们的bare minimum 然后如果说你当时脑子里 还有一个例子的话 再举一个例子 这样的话 就会展示给你的考官 你看我知道很多种不同的app 不同的种类 而且它的这个用途 那这显然呢 就把你的英语能力展示了出来 OK 好 那么下一点 也就是我们第四点 没有使用离语表达 离语表达是这个雅思口语 评分标准里面 想拿七分级以上 必须的一个东西 那么其实很多时候你会说 那我 这个难道我要很刻意的去加吗 其实是这样的 所谓的离语表达 并不一定是我们这个 就比如说Rings, Dogs and Cats 这种非常生硬的 就类似于邂逅语式的离语 才叫做离语 那其实呢 在这个如果你想拿七加 这个分数的时候 你至少要在一整个口语考试中 也就是这约15分钟 也就是约15分钟 在这15分钟里面至少要用三次以上 所以说这个频率并不是很高 然后这个实际上离语呢 也并不一定是那么生硬 它可以是比如说Freak me out 这代表了这东西非常的吓人 Dry me crazy 对吧 这个东西就让我非常的烦恼 让我很烦 Steer away 就比如说这个 我们现在不讲这个 去讲一下别的 然后或者也可以是这种 比如说Cozy Cozy 它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词 其实就是Comfortable Tax savvy Tax savvy讲的是一个人 就是说对科技的东西很通 所以说这些专门用于口语中的表达 也可以理解为是 这个叫做淋语表达 这是为你考高分 是一个必备的东西 好那么接下来第五点 也就是太注重语法正确 Don't get me wrong 大家请不要误解 语法还是考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尤其它占到了你的四分之一的分数 有很多同学会 由于为了追求完美的语法 而导致他没有办法 就是说很顺利的把一个句子讲下来 他总是在改自己 他总是去修改自己的句子 因为他怕我是不是犯错了 所以当在这种情况下 会很大的影响什么 就是影响你在发音和你的这个连贯性上面的分数 就是这两个分数都会占到各自占到四分之一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在追求完美语法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一直这样在想 甚至一句话说到一半 然后卡住重新说一遍 这种也很常见 所以说如果你打断自己太过频繁的话 这会严重影响你的这个发音能力 就是演讲你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展示你的发音了 你一直在打断自己 对吧 同时你一直在打断 实际上也是在打断这个整体的这个思路 所以以至于你的考官可能会 有很大的这个理解问题 他可能就没有听懂 你到底在讲什么 那在这个时候就很疯狂了 只要他没有听明白你在讲什么 这个就算是跑题的一种 那这个题目就又是五分几下 所以非常非常的疯狂 这个是太过于追求这个语法的正确 会极大的影响你这个答题的节奏 反而最终有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 导致你没有考到高分 那么以上就是雅思口语 考生最爱犯的五大错误 如果你正在备考雅思 别忘记点击下方的链接 查看一下我的网校 只需要几十加元 就可以这个系统性的学习 听说读写 所有的课程 超过60个小时 全面的备考资料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最新的教学影片 我是奥凯亚斯的易森老师 我们下期见